明天會公佈結果 和星期四掛牌就是混音樂 外電報道會中間定價205元 Sony是股東之一 其實你覺得抽到的投資者 在這樣的市況之下 其實暗盤應不應該放呢 或者有些時候上市那一下 都未必做得那麼好 或者你覺得它跌到什麼水平又值得買呢 那個大市氣氛的確上是比較差一點的 所以因為這樣的緣故的時候 我想上市初期的時候 其實對股價表現又不適宜有太大的期望 當然它的定價是205元的時候 雖然是一個中間的位置 但是也是一個挺高的狀況 因為如果你看看 其實它的每手買賣單位 就是50股 205元的時候 你算出來也過萬一手 所以就視乎大家抽到的時候 那個坐貨能力是如何 如果你坐貨能力是高一點的 又作為一個中長線的投資 作為一個考慮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繼續去持續 來拿著這個股票 當然如果你說我收到股票的時候 其實最主要都是駁短炒 你就可以看一看 譬如暗盤 或者是上市第一天的時候 有沒有機會升幅由8%到10% 可能大概去到上限的定價位置 大概是220元附近這些位置 如果可以的話 就可以考慮作為一個止賺的部署 至於你說它止蝕的時候 200元這些位置應該是一個心理關口 如果它一直都守得住200元的 你上上下下沒有太大變化的話 可以繼續拿著來觀望線 看看你什麼時候可以突破到220元這些位置 相對上都賺到差不多一成以上才考慮離場 好 那我們